又到了我们的测试环节了 准备一张这样的表 距离表格大约30厘米远 遮住一只眼睛 实现集中在黑电上 如果发现表额线变得模糊有趣 中心出现暗斑缺口 黄斑变性可能正悄悄来临 黄斑其实是视网膜中心 一个1.5毫米左右的小包线 没看黄斑体积小 它靠位可不小 绝道的说的是细胞都聚集在这里 黄斑要是变性了 那人眼的功能可是会大大受损 目前最常见的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老黄 临床上将老黄分为干性和失性 担心黄斑是个小导弹狗 它是个亲自派 常常吸引一些知识物质成绩 造成人业势力警惕 疾病早期病情发展缓慢 患者往往难以察觉 而失性黄斑更是个小魔 这个家伙是个亲血派 会造成新生去晚堆积 这些新生去晚时分 交流容易破裂除血胜处 实性黄斑病情发展迅速 如果不及时治疗 视力会在短期内迅速下降 失望模糊变形 中央视力可能完全丧失 黄斑变性被视为组织 认定为三大次盲性病之一 年龄和遗传是导致其发生的主要因素 这个老黄这么难缠 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呢 目前针对干性黄斑变性 基本上没有交好的治疗方法 而针对实性黄斑变性 主要通过眼泪注射 抗VTGF药物等手段 因此平时就要注重预防 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液黄素 或抗氧化阴阳素的食物 尽量不要吸烟 避连至外线的伤害 晚上少玩手机 避免用眼疲劳 看到这 是不是想立马关上手机 去休息一会了 等等 留下你的三年再走 对了 还有各式上期的测试题 大家找到路透了吗 其实它就在这里 我会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